到底中國傳統文化這個誤區是什麼呢 大家怎麼誤解它了呢 對 這個剛才說到了 中國秦後這2000多年 它事實上並不是我們所理解的那種專制極權社會 這跟現實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有一個比較長的鋪墊 什麼叫專制 大家理解的 這個社會的專制 它是個專制結構的話 它就是個金字塔結構 這個底層是廣大沒有權力的大眾 然後再往上一擊一擊的 是吧 皇帝坐在金字塔的最頂端 就他一個人 他俯瞰蒼生 萬物匍匐在他的腳下 他是唯一的權威 這個權威是不分享的 這個是我們一般談到專制社會 腦子裡面所出現的這個圖像 但是用這個結構去解釋中國的傳統社會 確實是錯的 大家覺得皇帝就是金字塔的頂端 就是天下之一人了嗎 其實不是 皇帝頭上有三座大山 哪三座 有三個東西壓著它 一曰天命 二曰聖人 聖人就是孔孟之道 三曰列祖列宗 這三個東西 天命和聖人之道合在一起 這叫做道德權威 列祖列宗叫做宗法權威 在社會的管制上 皇權和這兩充權威是頂足而立的 就是道德權威 宗法權威和皇權的政治權威 它是這個社會的達到穩定的三股最主要的支柱力量 這三者之間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是一種共生關係 沒有錯 但是從社會結構上來看 這幾種權力它仍然是分立的呀 它是掌握在不同人手裡面的 雖然說宗法權威 道德權威 它並不是近代意義上我們講的 從社會契約來的這個權力 所以從民主制度 從這個西方民主制度啟蒙思想的 受這部分思想影響比較深的知識分子不承認它 但是我們要看到它從事實上 確實達到了一個分權的結果 就是說另外兩極權威 它是制約皇權的 但皇權的不分享 只是在皇權這一極 這一個系統內部是這樣 可能有的朋友會哈哈大笑 說你說的太玄了 什麼叫天命啊 是吧 這個天它又不說話 聖人也死了上千年了 他也不說話 那事實上還不是皇帝老兒一個人說了算了嗎 對 天不言 聖人也不言 但是有人帶他們說話呀 誰呢 士大夫 這個士大夫在體制內叫做文官集團 在全社會叫做士大夫集團 受孔孟之道教育的 受儒家思想影響的這一批文人 讀書人從來都是社會的中間 全社會的道德化語權 它基本上是掌握在士大夫集團的手上 什麼叫做道德化語權 漢末輕史誰來書寫 公罪千秋誰來定論 就是士大夫 它是根據孔孟之道來評價統治者的 這個對皇權是構成了一個相當強的制約 從中國宋代開始 中國政治有一條不變的鐵律 在共產黨上台之前沒有人去改動它 叫做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說到這兒呢 大家可能就已經看到了 就是中國的傳統社會 它和當前的這個共產黨的執政社會 它在基本結構上有著本質的不同 你要復興傳統文化的話 就有這麼一點 就是士大夫精神 如果你要讓中國的社會精英 重拾古代士大夫的理想 古代士大夫的理想可以總結為四句話 這四句話是送出的那個大儒張橫曲所說的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即往盛之絕學 開萬世之太平 它必然你要讓它重拾這種社會理想的話 它就要把道德權威從當權者手裡面拿走 就是歷史不容得當權者你隨意修改 什麼叫正能量 什麼叫正負能量 你在歷史上留下什麼地位 不容得當權者自己去解釋 那麼在現實中當然你像中宣部廣電總局這種機構 它的權威就會被削弱了 實際上就是說你要復興傳統文化 我們上次有張先生提出那個問題 實際上已經涉及到我們今天要講的了 就是你真的要復興傳統文化 它事實上它要消解現在這種專制體制的思想基礎 那有的聽眾也可能不同意 你說這個古代知識分子真有這麼牛嗎 對吧 說我們看電視劇小說看那些皇帝很牛啊 是一言九鼎 錢剛獨斷 他想幹啥就幹啥 誰想整誰就整誰 一言不合就是推出武門就給我砍了 這個呢 確實是小說戲劇的一種誇張和誤導 事實不是這樣 皇權 宗法權 道德輿論這三重權威 在這三組鼎立當中 那我們看歷史上 皇權取得優勢的時候有沒有呢 當然也是有的了 秦皇漢武 唐宗宋祖 歷史上那些有名的明君和暴君基本上都能做到 就是說他憑他自己個人的能力 他能夠把皇權的權威最大程度的去放大 起到一個支配社會的作用 好像他的這個權威的影子是無所不在的 明君和暴君都能做到 大家不要以為暴君是沒本事啊 這個歷史上的暴君通常都是本事很大的 他沒有本事沒有能量 他還幹不成那些壞事 你像這個大臣堵在門口勸見 就不讓他下潮啊 堵在辦公室門口不讓他下班 或者是大臣要集體罷工來威脅 甚至這個至親好友啊 這個皇族裡面的親屬啊 都起來反對他 他得有極強的決斷力和行動力 而且還得有高超的政治手腕 才能粉碎這些阻礙 只不過在暴君那裡呢 被粉碎的這些阻礙 經常是良性的制約而已 歷史上作為大反派啊 暴君的總代表那個商周王 他是個什麼人呢 實際說他是 才足以巨見 便足以是非啊 就說他的才學 足以讓他給他提意見的人 啞口無言 就是你看你 你還沒有我有學問的 是吧 你那意見都是小兒科 你還給我提意見 那個提意見人不好意思 自己就走了 這叫才足以巨見 那便足以是非呢 就是他這個變才啊 足以掩蓋他的錯誤 他能把壞事說成好事 除此之外 他還是財力過人 首歌猛獸 他能夠下到角鬥場裡去 空手和猛獸搏鬥 所以商周王是個文武全才 是這麼個人 但是大家知道嗎 中國歷史上有名有姓的皇帝 一共有多少個 494個 加上死後被兒子追封為皇帝的呢 有73個 曹操就是死後被他兒子 魏文帝曹丕追認的帝號 叫魏武帝嘛 對吧 這494個加上73個是500多 將近600個皇帝 在這500多將近600個皇帝裡面 請問你能記住的有幾個呀 也就是最有名的暴君和最有名的聖君了 對啊 最有名的暴君和聖君10%不到吧 那剩下的90%呢 就是除了強勢的明君和暴君 剩下的那90%是什麼 那不是昏君啊 也不是說昏君 平庸之主嘛 對不對 平庸的人嘛 這個很符合這個人類歷史的基本規律 這世界上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就都是平庸的 就是美國現在建國兩百多年 是四十多位五十多任總統 請問大家記住的那幾個 什麼華盛頓 傑浮遜 林肯 弗蘭克林 羅斯福 是吧 其實大家數得出來的也就那麼幾個 就大部分人啊是平庸的 所以歷史上也是這樣 大部分時間是平庸的統治者在管理國家 那平庸的統治者他沒啥能力 他靠什麼管理呢 其實就是兩個字 傳統 可以說歷史的百分之九十的實際統治者 不叫皇帝 叫傳統 《詩經》裡就有這麼一句話 叫做不遷不忘 率由就章 這句實際上它是出自《詩經》大雅假樂篇 它是這麼一個場景 就是說這個君王在二十歲的時候 要行慣禮 就是要弱慣 給他加慣 表示他已經成人了 那麼行慣禮的時候 他就有這麼一個禮儀的場合 叫演奏音樂 就有人在旁邊唱歌 而這個《詩經》裡面 所記錄的實際上是一個歌詞 當然音樂現在已經失傳了 在這個典禮的場合所唱的這個歌詞 實際上就是對這個未來的君王進行教育 這個《詩經》《假樂》裡面 《大雅》《假樂篇》裡面 有這麼幾句話 叫做千度百福子孫千億 暮暮惶惶 宜君已亡 不遷不忘 率由就章 這幾句話它實際上說明了 作為一個合格的君主 你要最需要做到的 最重要的 其實叫三件事 第一句叫做千度百福子孫千億 千億是說多的意思 是個誇張 是個泛指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多子多福 您就可著勁兒生吧 廣子寺 對吧 多子多福 储君是國家之本 你兒子多 你就不至於有繼承危機嘛 那就幫本國故 所以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廣子寺使勁兒生 第二段詞叫做暮暮惶惶 宜君已亡 暮暮惶惶是指肃穆的外表 就這個範兒啊 你得給我端住 你得作為一個君王的形象 天子為夷 這個要捶犯天下的是吧 所以你這個形象得維持好 你的形象就是國家的形象 所以暮暮惶惶 你得讓萬民瞻仰 這個事情你必須得做好了 像孟子見梁惠王 一看就是說望之不賜人君 舊之不見其所謂 就是一看他就沒那個份兒 一看他就沒個當君王的政行 那這個不行 所以份兒一定給端住了 第三件事什麼呢 不遷不忘帥遊舊章 舊章就是過去的章程 就是老的習慣和做法 就是前兩件事兒生孩子 和把君王的份兒端住 剩下的事兒啥也別管了 都按老規矩辦 就這意思 所以這個歷史上 我們看到 他對這個君王的教育 畢竟這世界上 大部分人都是平庸的 不會說什麼 每一代領袖上來 都是能夠提出什麼 偉大思想的哲學家 又是什麼偉大導師 中國古人這點 還是認識得很清楚的 就是畢竟大部分人 他不是精英 不是具有那種 開創性力量的人 對吧 所以呢 帥遊舊章 按老規矩辦 讓傳統來統治 傳統就是這兩極權威去分享 一個是道德輿論的權威 一個是宗法的權威 剛才說到這個道德權威 說的比較多 這個宗法的權威呢 也簡單解釋一下 宗法就是列祖列宗給你定下的規矩 你要遵守 列祖列宗留下的遺產 你要守護 能夠超越這個宗法權威的皇帝啊 每個朝代只有他的開國之主 因為開國之主他是創犯垂統之人 他是締造這一套規矩的人 他能超越 那麼後代都得按他話的這個道德來 所以除了第一個君主 以後的君主 誰也超越不了這個宗法權威 因為宗法權威你是絕對反對不了的 那是你皇帝權力合法性的來源 你從小生長在身攻之中 謹一欲十 天下又不是你打的 你憑什麼做天下呢 那就是因為你的血緣關係嘛 你爸指定你當皇帝 你爸又是他爸指定的 所以你要把你這個前輩給反掉了 你不就沒有理由做天下了 對吧 所以宗法這個權威 他是一定反不掉的 說到這兒呢 說一點題外話 因為這個當今社會和中國傳統社會 他在這一點上呢 還有一點相似性 因為就是說這個中國共產黨嘛 他畢竟是在中國的這個土耳上成長起來的 這個宗法思想呢 在這個中國共產黨的體制內也有反應 那你看蘇共他就沒有 蘇聯這個賀魯曉夫上來就把斯大林反調 然後柏列日耀夫上來就把賀魯曉夫反調 他們沒有這個權威的束縛 他沒有這個心理障礙 中國的還沒有 這也是中共所吸取的一個教訓 所以毛、鄧、江、胡這些祖先牌位都得共著 所以一開會念的時候 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 科學發展官全部得念一遍 就像這個太廟裡的神主牌位都要全部念一遍一樣 但是現在中國不是也有老人干政嗎 也有老人政治嗎 他也是宗法權威的一個體現 那你說現在這個中國共產黨這個體制 和中國傳統皇權社會 這個宗法權威有沒有不同呢 有 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因為中國傳統社會 他的這個宗法權威是和儒家的人政思想結合在一起的 而共產黨這個老人干政啊 他也是制約現在領導人一個很大的力量 他是和過去的那個什麼階級鬥爭啊 把這些思想結合在一起的 和人政結合在一起的宗法權威 他是一種良性的約束 良性的約束是讓你子孫後代幹壞事幹不成 而這個共產黨過去跟毛思想結合在一起的這種宗法權威啊 他是一種惡性的約束 惡性的約束是讓你後代的領導人幹好事幹不成 他就是這個內容的區別 好 那說到這個道德權威對皇權的約束啊 可能有的朋友又會不同意了 你說這個道德權威是不是有點虛啊 其實還真的不虛 你就小看了這個道德的權威 誰掌握了道德權威 他就有能夠做一件事情叫做證明 就是糾正的證 名字的名 就把這個證明的權利抓在了手裡 齊宣王曾經去問孟子 說湯放節五王伐咒有諸 就說你們儒家所說的商湯流放的夏節 周五王又伐滅了殷咒五王 這個事情有嗎 孟子回答說余傳有之 就是書上記載是有的 齊宣王就問 臣氏其君可忽 就實際上他是來故意為難孟子的 就說你商湯流放了夏節 周五王又滅了殷咒 都是以下犯上嗎 你說可以嗎 你要說可以 那你儒家不是講究君君臣臣富富之子嗎 那你怎麼能鼓勵以下犯上呢 那你說不可以 不可以 你又為什麼把商湯周五王當成聖人呢 他實際上是來為難孟子的 那你問孟子怎麼回答呢 孟子說賊人者為之賊 賊益者為之殘 殘賊之人為之異夫 文誅異夫眾矣 未聞是君 這句話意思是什麼呢 孟子是說那破壞人德的人 違反人性的人叫賊 那破壞天下公義的人叫做殘 那既殘且賊幹了這樣壞事的人 就叫獨夫民賊人民公敵 我只聽說殺了一個叫咒的人民公敵 我沒聽說有弑君這回事 這就是儒家正名的思想 就是說我根據你的品行 我給你做一個道德判斷 你是殘 你是賊 如果你殘忍暴虐 我就不承認你是君 我不承認你是君 你不配享有君主的名號 你既然不是君主而是民賊 那就人人得而諸之 這就叫道德權威 是不是很厲害啊 這個道德權威回到現實的話 如果實踐傳統文化 把這個權威分離出去 就是我們重新提倡 這個中國的士大夫精神 士大夫文化 把這個權威從這個共產黨的宣傳部手裡 分離出去 你覺得共產黨能幹嗎 所以這就是一個比較長的鋪墊 我們就回到剛開始提出這個問題 就是你真的實踐傳統文化 會對政治環境造成什麼影響 以及這個黨和政府 他會不會希望看到這種影響 那有人說了 那這個皇帝號稱九五之尊 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呢 你老被一伙兒如生盯著 對吧 給你戳幾兩骨 在背後說你壞話 他也難受啊 那皇帝他難道不想把這個道德權威收回來嗎 把道德和皇權這個兩極權威和而為一不好嗎 當然有人這麼想過 也有人想這麼做過 但是兩千多年的皇權社會當中 從來沒有人真正成功過 第一個想這麼做的就是秦始皇 秦始皇焚書坑爐 大家也都知道了 其實這個秦朝的丞相李斯 還向皇帝建議 被皇帝採納了 他叫做 偶語詩書者氣勢 以古非金者足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誰敢私下裡談論詩書這些古代經典 氣勢 氣勢的意思 斬首報師示眾 偶語詩書就是說 不是我們這種明目張膽的講啊 長篇大論的講 就是大家私下江峰傑爾 偶爾聊那麼幾句 咱們古人是怎麼說的 被告發了 就這麼殘酷的刑法 叫做偶語詩書者氣勢 以古非金者足 就是說你古代推崇的三皇五帝 文武周孔為榜樣 對當今皇帝進行道德指責 那就滅族 移滅你父母妻三族 而秦朝十五年而亡 秦始皇得罪了天下儒生 被罵了兩千多年 從來再沒有人敢再效仿他 直到毛澤東 毛澤東有生之年是做到了 他是唯一的權威 他頭上沒有別的道德權威看著他 共運內部原來有個宗法權威 叫做蘇聯老大哥 後來被他鬥絲批休了 反蘇修也反掉了 所以他成了唯一的紅通通的紅太陽 這個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 從來沒有 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君主 從來沒有一個能做到 結果是什麼呢 社會的大混亂 整個社會精神大崩潰 共產黨自己也到了崩潰的邊緣 其實這背後的原因 要說起來也是非常淺顯的 就是人類的歷史經驗 精神的權威和物質的權威 你得分離 絕對的專制 你把精神和物質權威放在一起 那叫政教合一 絕對的專制帶來絕對的腐敗和絕對的動亂 所以政教分離是人類政治歷史上 一個非常基本的經驗 從宋代開始的政治經驗 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皇帝自己是願意的 因為道德權威和政權一旦合一了 道德就會經常被當權者 基於當下的利益隨意拿來歪曲利用 是吧 只要我想幹什麼事 我就說這事是何不道德的 我想反調你什麼東西 那我就說你這事是不道德的 那這種道德馬上就體現出虛偽性 老百姓很快就感覺到了大家都不是啥子 只准周官放火 不許百姓點凳 你讓我無私奉獻 你們貪污腐敗 對不對 其結果就是道德也沒權威 政權也沒權威 就是一個社會普遍信任缺失的狀態 所以皇帝們他們寧願有一個士大夫階層 他願意有 有這個士大夫階層掌握著道德評判的如傳俱比 他對子孫是個約束 他這種子孫不至於敗壞的那麼厲害 其實是對他子孫後代的一種保護 那共產黨的本質 它是一個政教合一的組織 它是不能容忍有獨立於他的別的權威的 所以它是嚴重敵視士大夫階層 敵視士大夫精神 這是他一定要摧毀的一個東西 這就是毛澤東他的文革 就是從50年代到70年代他一定要幹的事情 所以說我們講真正復興傳統文化 實際上他和當前的這個意識形態存在著嚴重的基因的不和 是 好